大家好,我是彭少 很熟悉的开场白 第一期视频一路走到现在 如果说陪伴我最久的 除了你们 可能就是这款麦克风了 或者说是它 才让我拥有了你们更多的支持 还记得刚拿到手的时候 做了一个特别羞涩的拆箱 当时心中抑制不住的激动 然后开始了我的分享旅程 有些兄弟说是因为我的声音所关注 无论如何 你们都给了我最真诚的感动 谢谢你们 第一次从米奇沃克斯的视频中 见到这款麦克风 就一见钟情的开始爱上了 从那一刻起直到现在 如果你问我 做游戏直播或者教程的视频 在我心中最完美的麦克风 那一定是它 Blue Yeti 从外观来看 可能你会觉得它略显笨重 但就是因为这一点才给人一种特别沉稳大气的感觉 然而也是因为它 我喜欢上了录制视频 只要看到它立在那里 我就有了一定的信心 可能这就是大家说我视频高产的原因吧 除了外观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使用便捷性 麦克风内置声卡 无需安装驱动 更不用繁琐的调试过程 只要一根USB线 即插即用 就算是连接手机直播 也只需要一条OTG线而已 麦克风正面 除了最吸引我的浮雕logo以外 下面是静音按钮 红灯闪烁是静音状态 红灯常亮 可以开始录音了 下面是耳机监听音量调节旋钮 阻尼舒适 形成流差 背面同样是两个旋钮 上面用来调节增益 下面用来切换时音模式 一共有四个类型 立体声 顾名思义适合捕捉立体声响 全指向 可以平均收录来自各个方向的声音 新型指向是最常用的模式 可以适用于大多数场景 双指向 使取麦克风前后声音 侧面不会被录入 适用于对面访谈类场景 麦克风底部除了一个USB接口 和耳机监听接口以外 还有一个单独裸孔 可以用来连接其他类型的麦克风支架 而自带的防震底座 带有静音防滑设计 可以有效的减少传导类声噪 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搭配 如果你在各大视频网站搜Blue Yeti 大家除了用来直播以外 玩ASMR的人占大多数 麦克风高灵敏度的实音水准 更好的诠释声音的质感 从轻微细小到震耳欲聋 都可以得到高保证录入 所以它成为YouTube上 最受欢迎的一款麦克风之一 甚至没有之一 另外现在已经有了 越来越多的颜色可以选择 无论沉稳大气还是动感骚气 或者更多的喜好 都会满足你的眼球 如果你想做一个合格的视频博主 干净洒脱的声音 一定可以让你拥有更多的收获 如果你对声音品质有一定的追求 我觉得1000左右的价格 带给你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享受 如果你想在这个价位中 购买一款性价比最高的麦克风 Blue Yeti绝对是不二的选择 如果你想拥有它 那就到我的微店了解一下 你可以用全网最低的价格拿到正品 然后开始你的声优旅程吧 我是彭少 我们来日方长